几个被囚禁的和尚才打开门 只见屋里跪着三段貌美如花的女人 为首地介绍说她们是青楼的游女 今晚是奉命刻意来伺候大师的 而且桌子上的酒肉已经摆好了 住持明白这是春日局的阴谋 想诱惑自己破戒还俗 可弟子却激动不已 他从出生开始就在寺庙生活 还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女人呢 然而住持乃是得到高僧 自然不会轻易玷污佛主 于是在感谢一番之后让他们回去 三个和尚端坐在酒肉旁 瞪大眼睛张大嘴巴 静静地欣赏着美女们的歌舞 唯有住持依旧保持镇定 很快有个弟子便经不住诱惑 开始和游女们玩起了 猪八戒抓媳妇的游戏 住持看到一切后只是微微一笑 这是旁边的游女想要给住持倒酒 但是和尚却轻轻制止了她 表示自己做的一切乃是情非得已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被关在的这里 随后便给游女倒酒让她自己喝了 表示不要浪费这么昂贵的美酒 住持的行为让游女觉得无比有趣 没想到高僧思想这么开明 住持看到女子的笑容 便表示她笑起来好看多了 随后二人也没有了生疏之感 开始熟络的聊起天来 得知他们也是迫不得已的 于是主动配合他们完成任务 很快住持也加入了游戏当中 即便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她却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佛门底线 然而有女们却表示 今夜还没有圆满 想要邀请她到房间里研讨佛法 然而住持还是言辞拒绝了 这时在一旁偷听的春日局 终于安耐不住了 她对于住持的顽固感到不值 说她年纪轻轻就要守着清规戒律 不知道心疼这些漂亮的女子 而出家这等事 是那些厌倦尘世的老人才会做的事 她心里一定非常渴望享受快乐吧 然而住持认为自己这样就很快乐 这时春日局加大了言语力度 说在这僧依之下 她年轻的躯体恐怕已经热血沸腾 早就想跃跃欲试了吧 刚才你闻了这么多 而两人也即将踏入大傲 俗话说一路大傲深似海 从此归家成奢望 而春日局为何非要逼迫有功还俗呢 事情还要从17年前说起 一种名为赤面天花的传染病 短时间内席卷了全国 此病异常可怕不分高低贵贱 感染者死亡率极高 但奇怪的是她只感染男子 就连大傲里的嘉光将军也不幸感染了 两年后男子的数量急剧下降 只有女子的四分之一不到 生性纯良的有功 出生于京都的万里小路家 他们家是带风公算得上名门望族 然而这场天灾让她看尽了世间悲苦 而彻底掌管大傲的春日局 看中的并不是有功的慈悲心肠 而是她的一生好皮囊 不久后有功正式成为助持 按照规定她必须前往江户 拜夜幕府三代将军得川家光 却没想到此行竟是阳入虎口 春日局夫人早就对她的身子垂涎已久 于是将她和两个弟子强行扣押起来 期间有功和弟子也曾试图逃走 却还是被武士重新抓了起来 最终春日局为了让她破戒还俗 不惜杀了其中一个弟子 为了拯救剩下的弟子 她不得已破戒还俗 而进入大傲作为将军的后宫 里面居住着将军的众多妃嫔妇人 且严禁除了将军以外的男子踏足 可当有功进入大傲后 却连一个女子的身影都没有看到 并入眼帘的竟是忙忙碌碌的男人 而这也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传闻加光将军不惜女色而好男色 当有功坐在殿内疑惑之际 大傲总管春日局终于现身 他看到续发后的有功 更显温润清雅 却又不识男子的阴气 不禁再次得意起自己挑人的眼光 这个暴躁的少女 显然没有把有功当人看 只是不停地狂抽她的脸 直到鲜血不断滴落到地上 尽管有功被打到鼻青脸肿 她却始终一言不发地跪在地上 少女见她如此无趣便没了兴致 于是叫上春日局离开了大殿 有功终于有机会 向一旁的武士问起心中的疑惑 按理说加光将军应该是 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男人 为何端坐在将军之位的却是个少女呢 武士本想装傻迷糊过去 却被有功势破了 一年前她还是庆光院住持 来拜夜将军行继任之礼时 见到的将军绝对就是眼前的武士 虽然那时隔着帷幕 她还戴着面罩 让人以为加光将军感染天花 才不敢以面试员 但是她呼唤春日局时的声音 却让自己记住了 这个声音分明和眼前的武士一模一样 剑被揭穿武士也只好承认 他就是春日局的大儿子郑生 世间传闻自己已经死了 其实当年死的却是加光将军 且于三家也没有男子存活 而德川家族后继无人 事情发展将难以想象 为避免天下大乱 春日局第一时间封锁了消息 然后招来心腹大臣商议 对外宣称死的是自己的儿子 而郑盛也从此戴上面具成为了替身 但春日局对德川家忠心耿耿 自然不会夺走大权 于是他又重新找到了将军留下的血脉 原来外界传闻加光喜好难色 真实原因并非如此 一切皆是因为春日局过度强势 导致他不想顺从这个乳母 于是故意和男子们夜夜声歌 然而当属下怀疑他的性取向时 为了证明自己 那天晚上 他竟然灵性了一个路过的女人 而等加光病逝后 春日局德志内的女人诞下了私生女 于是便派人将流落民间的公主 秘密带回了大傲 而为了安全起见 便让他自小留着短发女扮男装 直到成年后继承大统 这就是女将军的来历 至于大傲中为何没有男子存在 那就要涉及另一个原因 有功这才明白 为何本是非平居住的大傲 现在却一个女人都看不到了 原来大家都变成了种马了 然而武士正盛却告诉他 知道这个真相的人 将永远不能离开大傲 甚至当初为了防止 将军去世的消息泄露出去 春日局直接下令 将大傲里的所有女人秘密处理了 毕竟女人的嘴巴守不住秘密 同时为了保护将军唯一的血脉 他下令召集全国的浪人们进入大傲 这样一来 即使敌人知道消息攻打进来 他们也有足够的武力保护女将军 这时有功却疑惑起来 既然大傲里这么多男人 那为何春日局要强迫自己还俗呢 原来大傲中的那几位武家留下来的侧室 颜值实在是一言难尽 而将军的口味极其刁钻 当初春日局派了一个浪人给他士气 结果当晚就因被嫌弃长得太丑 而被处死在床榻上 为此春日局才到处寻找长相俊俏的男人 而龚家出生的有功长相清秀儒雅 如他这般轻视的容颜 想必能够得到将军的喜爱 果不其然 春日局正在用不调 为将军引去女性的特征时 将军还在为刚才有功的不顺从而生气 于是要求春日局好好调教他 希望下次再见到有功时 他能变得顺从 听到下次二字 春日局知道自己选对了人 而有功回到住处后 将大傲里的事和弟子玉蓉说明了 然而玉蓉对于永远不能出大傲 同样感到无怨无悔 毕竟师父是为了救自己才进的大傲 他表示永远追随他 深夜有功被一阵响声吵醒 本以为是弟子玉蓉 等房门推开后发现竟是女将军 有功正为自己没准备好事情而担忧时 女将军却只是丢给他一只小猫 就当是白天扇他几巴掌所做的补偿 然而将军赐猫的事情 却唤起了其他男宠的极度之心 三个不得宠的男人 像怨妇一般蠢蠢欲动 他们打算联合起来针对有功 然而不知情的有功在见到前辈时 只是彬彬有礼的打招呼 没想到几个男人 却嘲讽他是因为财迷心窍才还俗的 原来将军是喜欢这等文弱书生啊 但这附若不经风的躯体 怕是经不起女将军的折腾吧 这突如其来的论语 让三个武家出生的文盲粗憾不之所以 有功镇定自若的说道 没想到三个武家之后 竟然如同宫里的女官们一般长舌 他说自己并不介意被羞辱 但是几人把将军比作骂 实在是太不尊重将军了 有功健壮 指得申明自己并无意和几人争宠 随后便淡然离去 然而他的这番话却引起了几人的不满 他们显然不会放过有功 半夜有功被一阵动静吵醒 等他打开门时 才发现门口白满的臭鱼烂瞎 有功即使知道是几人的报复 也并未生气 第二天玉蓉一边擦着地 一边满口国粹骂这几人不要脸 但有功让他不要张扬此事 否则郑重几人的下怀 他们只需要以不变因万变即可 当有功再次见到他们时 竟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然而他这番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举动 竟被三个男人认为实在是宠若娇 他们决定加大报复的力度 这天有功和弟子在吃饭时 那只猫突然跳到饭桌上 一不小心打翻了盖子 里面竟然是一只恶心的老鼠 玉蓉当即跑到玉膳房去大吼大骂 则问到底是谁干的坏事 没想到大家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这时男宠三人组出现了 他们嚣张地表示就是自己做的 玉蓉虽然气愤也无可奈何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他们将玉蓉带到一个黑暗的房间 由于大傲里没有女人 竟然对他实施了难以想象的事 随后还不罢休 直接用滚烫的烟袋 朝他的手臂烫了过去 而另一边的友公 等到晚上还不见弟子回来 于是他准备出门寻找 正巧遇见一个侍卫 于是向他询问消息 然而侍卫却相当看不起他 在友公离开之时 直接辱骂他是不知廉耻的男宠 就连当年知田信长的男宠 也是凭着自身才华才得到宠爱 他一个公家子弟 却如戏子一般卖身 竟然还得到了侍从的地位 这时玉蓉回来了 他却没有将自己受辱的事情说出去 第一时间仍旧关心着主人友公 他嘱咐这个管事的 让玉膳房的人注意一点 说友公大人的碗里出现了死耗子 随后他便躺在床上独自消化痛苦 但是他想到几人想对主人不利 发誓要杀了这几人 第二天一早 不知情的友公只是像往常一般 教他读伦语和中国的诗歌 友公想到这几日在宫中的遭遇 不禁想起在寺庙的日子 他多么希望一切能回到过去 更希望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然而他很快从幻想中醒了过来 这时玉蓉刚好赶来 看到主人面色惨白 准备教育衣 但是友公只是自我感慨 多大的困难都要熬过去 但他仍旧悲叹二人的命运 想到这辈子 就要在大傲里虚度年华了 不经悲从中来 这时的玉蓉却不作声 友公也察觉到了他今天不对劲 正准备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昨晚的那个男宠正好来到 他直接拉起友公就要去道场 原来将军的男宠不仅要当总马 还要强身健体精通武艺 这样才能承担起保护将军的责任 随后两人便跟随者来到道场 没想到道场的师父 正是春日局身边的武士泽村 在友公被逼还俗时 就是泽村杀死了另一个弟子明慧 友公眼神里充满了怨气 然而泽村却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只是冷冷递给他一把木刀 然后要求他和自己战斗训练 然而面对这个仇人 友公却没有立即暴怒出手 随后放下了木刀 说自己现在虽然是俗世之身 但也曾是出家之人 他不能被仇恨所蒙蔽双眼 然而一旁的男宠们 只是嘲笑他若不经风还口出狂言 然而此时只见泽村举起木刀 朝他头上恶狠狠劈下 然而友公却归然不动 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泽村心里不禁暗自钦佩起来 这个男人虽然文弱不堪 但是心念之强实为罕见 随后只是要求他练习空梯五百下 这时弟子玉蓉连忙抱怨 说友公从未举过木刀干过重活 然而泽村说平常的守城武士 每日都要训练一千下 听闻友公却不愿意接受怜悯 这时身旁的男宠们 已经迫不及待看他的笑话了 他们平时也只是训练五百下而已 随后友公便开始认真挥动起来 然而还不到一百下 他已经出现了乏力的症状 这时男宠们脸上的笑容更加欢快了 然而友公却依旧坚持挥砍 终于等到三百多下时 他们已经没有了看戏的心态 一个个无趣地离开了 这时女将军来寻找友公 却不见她的人影 只是见一只猫缓缓走了过来 将军只是厌恶地将她一脚踢开 然而但她发现 这是自己送给她的猫时 终于展露出了女子的柔情 轻轻抚摸着她的身体 或许她内心深处 有着不为人知的悲伤 很快夕阳西下了 友公也挥砍到了八百下 但是身体也扛不住泪倒了 然而她却没有打算放弃 想到一路走来的种种遭遇 她虽然在行动上做不了什么 但是内心绝不会轻易屈服 她不能让眼前的泽村看清了自己 直到傍晚 她终于完成了一千下 人也彻底瘫倒在地 再也无法动弹分毫 泽村这才缓缓离开 玉蓉不能理解 她为何要做没有意义的事 友公却告诫这个弟子 凡事都要忍耐 第二天女将军 听说了她在道场的事后 不禁对她大家赞赏起来 甚至就连没有感情的泽村 也难得地夸奖她的毅力 友公只是低头不语 随后两人便注意起了那只猫 友公说自己给她取名叫若子 而若子是原氏物语中 光源是最爱的妾氏子鸡的名字 她生性善良娇若可爱 然而将军表示 她讨厌那些弱小可爱 却能够给人温暖的东西 因为这会让自己想起了女儿 友公这才知道她有孩子 随后她说自己15岁时 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是后来不幸夭折了 友公文言不禁同情起她来 表示她能够从那些 黑暗的日子中煎熬过来 是个非常坚强的母亲 更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女将军内心的柔软被戳中 对眼前的男人不禁生起了好感 随后二人便愉快地聊起了天 感情也迅速升温起来 将军甚至调侃起了春日局 说她好不容易把家光养大 然后又费尽心思的 将天下美女收入大傲中 想要让她生下继承人 没成想到了现在 却只剩下了自己一个公主了 反观大傲的女人们 也全都变成男人了 友公也被她的话语逗乐了 然而其他几个男宠听说了 将军和友公关系日益密切时 为首的男人愤恨不已 几人必须要想办法对付友公 然而他们的对话 却被玉蓉听得一清二楚 想到自己曾受到的侮辱 他显然不会放过几个男人 比友公曾为出家人 自然不愿与俗人争风吃醋 他问弟子知道为何 自己会给这只小猫取名为弱子呢 因为弱子是原始物语中 光源是最宠爱的妃子 他生性纯良却遭其他妃子妒忌 然而其始终保持自身的高尚品质 能够做到出于尼而不然 最终成为了光源是最爱的女人 玉蓉知道师父太过于善良了 根本不明白这大傲之中的凶险 且不说自己身上遭遇的事 更何况那几人根本不会放过师父 想到两人还要在这里度过余生 他必须想办法化解危机 玉蓉正愁着找不到机会复仇 这天他却找到了复仇的契机 管家吃饭时告诉二人 小猫是将军赐予的 不能直呼其名要称之为猫大人 如果让他负伤是要受到责罚的 正巧第二天小猫不见了 二人找了一上午都没找到 最终却看到男宠三人组的老大 正举止轻易地抱着小猫 原来不得宠的他 将小猫当成了将军了 玉蓉当即心生一计 晚上他来到男宠家门口 等到男宠出门之后 他缓缓从怀里掏出了小猫 随后他急忙进入男宠的家里 取下架子上的短刀 就这样他怀着悲痛的心情 结果了将军和师父最爱的弱子 第二天将军正合有功抱怨 小猫到底去哪里了 这时只见玉蓉慌张的进门通报 随后几人便急匆匆来到男宠家门口 只看到小猫浑身是血早已没了气息 春日局当即责问男宠怎么回事 男宠自然是一概不知 将军立即命管家检查他的刀 却看到上面有明显的血迹 将军见状立马暴走 拔起刀来就要朝男宠身上砍去 这时有功却急忙挡在身前 而面对将军的怒火有功依旧坚持 这时春日局出来阻止了 说千万不要脏了自己的手 他随后冷冰冰地对男宠说道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男宠虽然感到无比憋屈 却又无可奈何 毕竟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 而就在当晚 男宠在自家屋子里 进行了传统的武士切服 但在男宠死后 有功依旧为他念经超度 第二天大家为他进行了最后的道别 玉蓉在假装悼念后 便转身快步离开 他脸上的笑容越加灿烂 之后他来到御膳房打饭时 大家都好奇地向他问起 有功敢当着将军大人保护男宠的事 玉蓉当即夸耀起自己主子 说他虽遭人嫉妒却宅心人厚 多亏有功大人出面才让男宠死的体面 再加上之前有功在道场 练习挥刀一千下的事 这个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这下所有人都对有功钦佩不已 之后便对这师徒二人越加尊敬了 就连之前看不起有功的武士 见面时都毕恭毕敬的 随后有功便为弱子立了坟墓 以此祭奠他 然而将军却对此相当不屑 只因他的心里 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伤痛 他本来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大奥总管春日局得知了 他是将军唯一的血脉之后 直接派人闯入了女孩家里 随后便强行把女孩掳走 还顺便将孩子一家人全部灭口了 女孩刚被带进大奥 春日局便用小刀 狠心将他的头发全部割断 让他从小女伴男装活着 长大后让其成为父亲家光的替身 从此往后他存在的意义便是 为了延续德川家的血脉而活着 然而其内心始终向往着 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那年他在大奥里无聊闲逛 却遇见一个三百多斤的武士 由于大奥里没有女人 这个武士见眼前之人长得如此俊俏 脑子里瞬间动了歹念 他并不知道眼前之人乃是将军 然而之后他却兴奋发现这是个女人 他就这样遭到了玷污 少女虽然在完事之后 找到机会杀掉了武士 但内心的憋屈感却让他痛苦万分 可等春日局和护卫找到他时 他立马强装着维护将军的威严 说自己只是命武士和自己玩玩 没想到他却弄伤了自己 作为将军他表面上看起来高高在上 事实上他清楚自己指不过 是延续德川家血脉的容器罢 也在不久后他生下了一个公主 尽管这个孩子并不是他自愿的 但在看到孩子的瞬间 女人与生俱来的母性光辉却被唤醒了 他开始尝试接受这个孩子 却可悲地发现是个死胎 尽管身心遭受到如此打击 但他作为将军 却不得不承担起延续血脉的重任 无论其内心如何抗拒男人 他始终无法摆脱这个宿命 直到有公的出现 因为这个男人身上 所展现出来的温顺和慈悲 是他在其他男人身上从未见过的 所以他才会喜欢上他 然而有公对他的过往毫不知情 他看到将军对于死去的小猫 没有丝毫的眷恋之情 于是耐心劝解他 悼念会使人的内心得到平和 人们也会因此从悲痛中恢复过来 但是将军却更加比意起来 他觉得能轻易被感动的人 一定是没有经历过苦难之人 而人世间的悲伤只会接踵而至 光是去悼念又有何用呢 他始终觉得与其念佛哭泣 还不如直接杀死敌人泄愤 然而有公却开解道 他说自己乃是将军 而春日局也曾说过 他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 这是有公突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 他来大傲的途中 遇到年轻女子被人割去头发 既日城中又传闻 有武士专门割年轻女人的头发 而加上昨夜自己寻找猫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泽村手里拿着一撮头发 再结合将军所说的话 有公当即问一切是不是他指使的 然而将军却没有废话 直接带他来看真相 随后有公便看到了一筐头发 而且将军的语气毫无愧疚之心 说只是割头发又不是取人性命 一切只当是恶作剧而已 有公指责他身为将军 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臣民呢 然而将军却只是自嘲道 谁真心把自己当过将军看待过呢 归根到底 自己只不过是德川家 延续血脉的孕妇罢了 就连春日菊也只是看中了 自己身上父亲的影子而已 然而有公却说 自己一路走来所见的尽是苦难 很多家庭因为这场天花 失去了最亲的人 而被割掉头发的女孩也好怨言 依旧坚强地跟在自己身边念佛 其实受苦的不是他一个人 其实所有人都背负着 自己无法改变的命运而活着 而自己同样是因为他的存在 才被春日菊强行还俗的 这一刻将军内心会有出动 但是他随后便负气地离开了 然而春日菊听说了此事后 当即表示要把有公处理了 随后便扬装离开 然而将军立马阻止了他 老妖婆瞬间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知道将军已经动情 那诞下子嗣指日可待了 但他说要给有公一些惩罚 而两人在商议一番后 将军终于露出了笑容 随后春日菊的儿子郑胜 就来到有公的住处 要他扮成女人去规见将军 侍从玉蓉当即百般阻挠 说有公大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然而郑胜表示如果不从 那只能手认他了 只是有公却说出了另一个想法 随后只见两个男宠 以及跟女人头发的武士 全部都穿上了女人的衣服 将军健壮大笑不止 随着几个男人翩翩起舞 将军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 然而其内心却无比悲痛 曾经的过往历历在目 所有人都以为 他是高高在上的将军 然而经历的伤痛又有谁清楚呢 这时门外的有公 却听出了其中的悲戏 这时郑胜却告诉有公 他从未见过将军流过眼泪 即便是小公主过世的时候 因为他自幼被带进大傲 从此一直形影相调 有公想到将军今天说的话 知道自己终究是没有真正了解他 这时将军突然气愤地叫所有人退下 他正想一个人清静之时 有公却前来觐见 将军说不必了让他退下 然而有公却打开了门 随后便端着一件女人的衣服 缓缓向将军走去 将军见状急忙叫他退下 然而这时有公已经下定了决心 过去作为僧人时 他一直想着拯救诸多受苦的世人 而如今眼前不就有着 一个需要救赎的人吗 他在黑暗的深渊中苦苦挣扎 也曾百般依赖过自己 此生若能拯救他 即便无缘成佛那也无怨无悔了 就这样有公在少女的惊恐中 走到了她的面前 少女此时已经流出两行类 她心里既惊恐又期待 随后只见有公缓缓将衣服 披在了她的身上 在为她细细整理之后 便用刀将她的发际割断 任由长发散落到肩上 此刻她第一次做回了女人 而压抑已久的情绪 也终于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有公这时也紧紧抱住了她 此刻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将军 只是一个跌落凡间的少女 而她对她的救赎 也在此刻完成了 只因享受到了爱情的滋味 将军竟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此时的她温婉天静 却不是一代女将军的威严 且其身上所展示出来的智慧 就连长期为幕府出谋划策的政策 也感到钦佩不已 表示她要是个男子 其知识才能不在其父家光宫之下 然而这话却令将军不高兴了 她由衷的厌恶 自己从来只是父亲的影子 然而现在的首要任务 的确是和有公共同努力诞下子嗣 这样才能从傀儡的身份早日摆脱出来 而这边有公也正积极努力着 既然是种马 身体这块当然不能落下 有公在射箭方面的天赋一流 几乎弹无虚发 然而将军的肚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晚上将军又来找有公专研昆字结构 夫妻二人为了子嗣也是够拼了 他躺在有公的怀中 静静地听他描述海边的场景 甚至畅想着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后 有朝一日两人能够走出大鳗 一起去到海边聆听海浪的声音 此刻的他宛如一个怀春的少女 身上没有了半点将军的威严 而有公也彻底接受了自己阿万的身份 他从最开始被绑来的无奈和厌恶 再到现在已经彻底地爱上了女将军 心甘情愿地要和他一起 为德川家延续香火 可有公侍奉将军已经一年 现在他却没有怀孕的迹象 这时春日局已经坐不住了 现在外面的世界天花依旧四孽 如今一家能有一名男子长大成人 都已是罕见之士 而很多大明因为没有子嗣延续封号 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要是大明们得知了 德川家也没有子嗣 那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造反 这时郑盛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允许大明家过及养子 幕府可以趁此机会进行削凡 这样既能稳住大明们 又能削弱他们的实力 这个提议立马得到了 六位幕府重臣的一致赞赏 然而郑盛说这其实是女将军的提议 表示她非常具有知识才能 然而母亲春日局却没有丝毫欣喜 因为在她心里男权思想 早已根深蒂固 是不可能允许一位女将军 在明面上统治这个国家的 所以子嗣问题依旧刻不容缓 这也让她怀疑起阿万 并没有繁衍后代的能力 这下春日局又考虑起了 寻找新种马的事 恰巧几日后 是已顾家光将军的忌日 但郑盛已经戴上了面罩 成为了家光将军的替身 因此这天在世人眼中 就成为了郑盛的忌日 她的妻子雪乃 已为其生下一男一女 但郑盛还来不及陪孩子长大 就已经被作为替身 被关在了大傲七年之久 其实雪乃一直对丈夫 突然暴毙心存怀疑 于是便在郑盛的忌日法事过后 匆匆追上了婆婆春日局 她斗胆问起了丈夫真正的去处 甚至当面说出郑盛并没有死这种话 然而强势的春日局 却只是对儿媳一阵威胁 而雪乃的怀疑更令春日局感到惊慌 当今幕府将军 是由傀儡与女子构成的事 一旦被揭露出来 那德川家的统治将岌岌可危了 这也更让春日局加紧了 寻找替代阿万事情的人 而就在她回江户的路上 一位面容俊俏的少年映入了眼帘 她的英俊程度和阿万不分上下 这让春日局不由地驻足许久 相信她一定能代替阿万 进入女将军的寝宫 她叫舍葬 是个名副其实的软饭男 这场史无前例的天花 让存活下来的男人极其稀少 而幼稚男人自然无比珍贵 而舍葬也看准了其中的商机 直接通过出卖色相 光天化日之下赚取富婆口袋的银两 随着富婆的一个吻下去 她就轻轻松松把钱赚到手了 父亲却对她的行为感到羞耻 要知道过去的男人 可是要承担起家里的一切重活的 但是舍葬却不以为然 谁让自己生了好时代 既然不用干苦力也能赚钱 那何乐而不为呢 这天晚上她刚从富婆身上 又赚了一大笔钱 然而一个武士就找上了她 随后将她带到一个偏僻的角落 舍葬跪在地上时不禁幻想 定是有富婆要长期包养自己 等她看到走出来的女人时 顿时欣喜不已 对方虽然岁数大了一点 但是气质那是没得挑剔 随后春日局便蹲下来 仔细打量眼前这个肿马 舍葬心里自然激动无比 然而她在得知了 自己即将进大奥后 还是犹豫了下来 一入大奥深四海 从此归家成奢望的传闻 她还是知道的 到底是做一个自由随性的软饭男 还是进入不见天日的大奥呢 终于在和富婆一夜春宵之后 舍葬最终还是想通了 进入大奥虽然会失去自由 但却有权有势前途无量 之后她换上了当下最时尚的发型 也终于穿上了 这辈子都没有穿过的衣服 然而当她在得知了 将军其实是个女人时 于是非常好奇地问起前因后果 这却让春日菊感到很头疼 只能让她不要多想 安心留在大奥里侍奉将军就行了 接着便召阿万前来见新种马 春日菊先是感谢了阿万的付出之后 便亲自和将军提出此事 因为他清楚将军深爱着阿万 只能由他主动提出才最合适 然而面对如此荒唐的要求 任凭阿万如何有风度 他都无法控制内心的愤怒 但嘴上也只能说 将军绝不会同意此事的 春日菊早知道阿万会拒绝 于是便教训起他 说他侍奉将军一年了 至今都还没有子嗣 问题肯定是出在他身上 听到春日菊怀疑自己不行 阿万竟然被说哭了 他表示来到大奥 本就不是自己的意愿 但他也做到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终于与将军大人 一同找到了生存之道 他让春日菊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你口口声声说维护得川家 现在将军好不容易 找到了心中的慰解 你却又为何如此 狠心伤害将军的心呢 这时春日菊却面不改色地回答道 这个理由实在令阿万无力反驳 而女情长在政权稳固 天下太平面前 确实是轻如鸿毛 阿万只好跪在将军面前 违心开口地说道 自己以后将不再事情 之后会有新的男宠来侍奉他 阿万急忙追上去跪在他面前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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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杂后 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命运 将军安慰他说这一切不是他的错 只因自己本就是使女 是生不出孩子的 当年生出女儿时 他已经难产了 即便与任何男人同房 都是不可能怀孕的 随后他问阿万 假如自己不能生出继承人 德川家最终避免不了灭亡的话 他将会离自己而去吗 但阿万坚定地表示 自己愿与他和德川家一同灭亡 二人随即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这一夜他们做了一个共同的梦 将军终于来到了他从未见过的海边 这一刻两颗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他们共同见证了最美的黄昏 之后二人又会将迎来 怎样的命运呢 然而这个新来的种马 实在一言难尽 他空有 表示我一定会替你完成任务的 阿万知道他今年才18 肯定是无法体会其中滋味的 于是只是客套地对他说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警官来向我请教 随后便起身告辞了 说他心里对舍葬毫无怨恨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很快便到了舍葬事情的日子 他心里感到无比紧张 不停地向旁边的侍从提问 然而当他进入将军的寝宫之后 看到的却是春日局 难不成自己要侍奉的是这个老女人 然而春日局随后便问起 他的发型为何如此凌乱 没想到舍葬这时却表现出 一副惊艳老道的样子 春日局见状气就不打一出来 说将军越是来了过几天才能试请 但是严厉警告他 将军最讨厌的就是他这种浮夸的人 以后原方是千万不要话多 随后便不耐烦地让他退下 看到射葬这副滑稽至极的姿态 春日局不仅后悔万分 和友公相比真是差的十万八千里 这个样子怎么可能让他试起 然而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他头疼之际 突然想到友公曾对射葬说 不懂就尽管来问的话 儿子郑盛听后都不可置信 难道母亲是要友公教导他吗 春日局说友公深得将军喜爱 让他来教导最合适不过了 接到命令的友公 此刻真想扇自己两耳光 没想到他只是随口一说 现在却真的要教导情敌 去侍奉心上人 然而曾归一佛门的他 很快就打开了格局 于是以身示范 手把手交设葬学习礼仪和针灸之法 实在是一个称之不过的老师 这也让设葬明白了 原来当男宠还真是一门大学问呢 可不仅仅是脱衣服睡觉这么简单 然而是从玉容看到这一切 心里却替主人难过起来 晚上他不解的问友公 为何要接下教导情敌事情的差事 痛骂他冷血无情 辜负了将军的心意 然而即使亲自给自己戴上绿帽 友公却依旧佛系地表示道 他相信将军大人即便有了新男宠 他也绝不会变心的 他清楚将军说自己不能生子 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自尊心而已 而没有生育能力的他 在大傲中本就没有了价值 如今教导一个能帮助将军 完成使命之人 自己也算是发挥余热了 只要自己能和将军在一起 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随后便嘱咐玉容 千万不要为难舍葬 但玉容在友公看不到的地方 总是以一副恶狠狠的眼神盯着射葬 仿佛他就是个人尽可夫的小三 甚至言语警告他 谁要是让友公大不伤心 自己定会代为诚挚 这番话也让射葬切身体会到了 这大傲的斗争果真是激烈啊 而友公在将军身边时 又变成就一起走出大傲 去海边看看美丽的日落 这天射葬侍请女将军的时间终于到了 春日局为将军梳妆后 便跪下祈求将军原谅自己 说一切都是为了得川家 将军即使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然而上天却让他遇到了友公 自己还偏偏爱上了他 这一切终究是造化弄人 很快友公便带领射葬前来侍请 设葬外表虽然放荡不羁阅女无数 但是今晚他要事情的可是 一个素未蒙面 且被称为天下第一的女人 友公看到他如此紧张 便出言鼓励 让他只要像平常一样 全力使出自己的本领就好了 他神色复杂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随后便落寞地离开了 这时屋内他正感到局促不安时 女将军突然粗暴地打开了门 男宠吓得紧紧低下头 不敢睁眼看将军 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折磨 友公承认了自己就是个虚伪的骗子 说什么为了天下大义 可以不再然后送到心爱之人的床榻上 在佛系的人内心也无法做到平和 玉蓉从未见过友公如此狼狈 只能红者眼关上门失去地离去 更加令他心碎的是 因为他的破坏 以及将军有了可以替代他的人 从此他被禁止继续侍奉将军旧情 他只能靠着曾经美好回忆艰难度日 然而在这大恶之中 明明与心爱之人近在咫尺 却不能相见的人远不止友公一人 春日菊的儿子郑盛 由于戴上面罩成为了 已经是去加光将军的替身 因为名义上他已经代替将军死去 但是他的妻子玄乃始终不肯相信 丈夫突然暴毙的是 这天实在忍不住相思之情 带着一双儿女来到大恶寻找丈夫 然而玄乃知道婆婆是在故意回避自己 因此执意带着儿女 跪坐在春日殿等她回来 可一直从日出等到日落 依旧没有见春日菊回来 就连一旁的女儿已经困得睡着了 这时郑盛悄悄来到隔壁 终于看到了七年未见的妻儿 两人之间明明只有一墙之隔 却是那样渴望而不可及 郑盛内心百感交集 这个一直隐忍的男人 此刻也如女子般怅然流泪 他只希望能够多陪他们一点 可即便是这种无法试人的重逢 时间也是这样的无情 由于寓所关门的时间很快到了 学乃无奈地叫醒孩子 在护卫的催促下离开了大恶 郑盛和一月后事态突变 将军在设葬的努力下终于怀孕了 同年八月生下了一个公主 这也意味着将军为德川家 也继续看着舍葬为将军事情 更何况将军有了孩子 他与设葬之前的羁绊将会更深 有功未来又将如何面对两人呢 从未见过如此窝囊的父亲 公主的生父 竟然有个如此粗俗的市井之名 实在是太不吉利了 于是随性地给设葬取了个新的名字 将军本以为 设葬被娶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会不高兴 没想到他却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甚至觉得他这样一个 曾在市井出卖色相赚取钱财的浪子 如今却成为了公主的父亲 这时将军对他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将军的话让阿勒更加飘飘然了 此刻他对将军的爱慕之情 也达到了顶峰 正当双手紧紧握住将军的肩膀 准备来一场深情告白时 阿万却突然来拜见 将军开心地准备起身相迎 阿勒健壮立马失去地退到门外 随后便来向阿万告别 阿万让他不必介意 再多待一会儿也无妨 之后他就变成了这个鬼样子 虽然命大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从此半身不遂 再也做不成男人了 真是乐极生悲啊 阿万看着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 现在连一块糖果都拿不稳 他这副可怜的样子 让阿万往日的极度瞬间烟消云散了 回到家后阿万准备为阿勒增加普从 管家对于阿万的宅心人后 感到钦佩不已 然而一旁的玉蓉却不理解 他虽然也可怜阿勒的遭遇 但是一想到春日局 正在为此事咬牙切齿的样子 他心中就无比畅快 在他眼里这世界上 只有有功大人才配侍奉将军 其他人只不过是可恨至极的小三 而春日局在听说了阿勒的时候 也如同玉蓉所料的那样气急败坏 大骂他为了个世子弄成这样 真是愚蠢至极 但生气归生气 当务之急还是将军的子嗣问题 接下来他却做了一个意外的决定 时隔一年两人终于再次在寝宫相见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良辰苦短春孝一刻值千金 自然要好好地享受和珍惜 然而郑胜却不明白 母亲为何如此残忍 在棒打鸳鸯之后又让他们重逢 而春日局对于郑胜的行为 出乎意料的没有大家责怪 只是警告他不许再出现第二次 郑胜心里同样幻想着 有一天能与妻儿重逢 而另一边阿勒在残疾之后 阿万与将军这对苦命鸳鸯 终于享受了三个月的美好时光 然而将军依旧没有怀孕的迹象 这也彻底坐实了 阿万的确不行的事实 而新的男虫也如约而至 但这个男人和以残废的阿勒不一样 他是生名显赫的武家之后 其祖父在官员之战功勋卓越 深受先代将军的喜爱 以他的身份能够屈尊来到大欧 还得多亏了春日局多方协调 有如此强悍的种马驾龄 想必将军生下南海指日可待了 女人介绍完毕后 只是朝阿万瞄了一眼 这次不用提醒 阿万就自觉地提出 由他去和将军说这件事 见阿万如此明示力 春日局当即夸耀起他 不愧是大欧第一夫人 阿万随后就来找到将军 向他阐明了新男宠的情况 说对方出生名门望族 是身份能够与将军匹配的不二人选 虽然他对这些资料不感兴趣 但也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即使他不是女将军 而是一名普通的武家儿女 大概率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命运 哪怕是他的祖母阿江夫人 这个知田家的外甥女 也在乱世之中 被迫嫁给过四个男人 不断生而育女 而他之前之所以无法忍受 是因为他有了难以割舍的心爱之人 现在他已经明白 两人无论经历什么 彼此的心都永远属于对方 二人都已经被岁月和责任 打磨得越发坚强了 当晚将军就灵性了这个新男宠 这一次他已然没有了上次的痛苦 第二天玉蓉又怀着忐忑的心情 来给阿万送早餐 然而这次阿万却没有 像上次阿伦事情是一样砸东西 反而像有重要的事情一番 把玉蓉郑重地叫到身旁 而接下来阿万的决定 也将彻底改变玉蓉的人生 玉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为听错了 但阿万接着说自己无法和将军生育孩子 而除了忠心的玉蓉 没有人能代替自己 玉蓉一来 彼此心中内心的痛苦也能减轻很多 可阿万那坚定而真诚的眼神 让玉蓉一时间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 他如何忍心拒绝眼前 这个此生最敬重之人的请求吗 那就把一切都当作是报恩吧 在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 阿万郑重地跪在地上和他道谢 随后亲自为心爱的弟子 剃起了戴月头 既然无法和将军生下子嗣 那就让最信任之人 替自己彻底完成心愿吧 女将军推开门后看到玉蓉并不惊讶 只是觉得他剃了头发成熟多了 玉蓉知道将军是说他过去幼稚 立马表示自己和将军可是同岁 事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所做一切完全是情非得已 只因不忍看着阿万大人如此痛苦 所以别无选择 而他也不知道今夜过后自己 与阿万的关系会何去何从 但只是希望能让阿万开心 代替他打败成为女将军测试的阿霞 如果自己的表现不能胜过阿霞 那将无言去见阿万大人 将军当即发怒骂他是无耻之徒 这话让将军瞬间觉得 眼前之人是如此忠诚可爱 而事情之事也自然水到渠成 第二天一早 玉蓉失魂落魄地从将军的房内走出 这时却看到了阿万 他尴尬地连忙躲了起来 然而这时阿夏正巧和阿万在廊上相遇 当即嘲讽说他自己无种留后 竟然将身份卑贱的下人推上测试之位 想不到公家出生的你 也会如此卑鄙 玉蓉听到阿夏竟敢羞辱大人 当即冲了出来抓住他的衣襟 阿夏却怒斥他竟敢以下犯上 这时阿万开口了 说如今玉蓉贵为测试 与你已经平起平坐了 而你却骂他身份卑微 这才不该轻饶 阿夏背对的说不出话来 随后便拉着玉蓉离开了 还夸要他是个好孩子 但是之后将军却不理解阿万的行为 阿万这才解释道 玉蓉这孩子很不一般 他就像是自己的影子一样 随后便说出一件尘封的往事 那年还是僧人的他 带着年纪上幼的玉蓉出门云游 却遇见了得到高僧龙光和尚 龙光看到孩子的面向后 立马惊恶不已 当即表示这孩子是要成为 统治天下之人的父亲 当初他们都对这个预言嗤之以鼻 但如今进入大傲后 多么希望那个预言能够应验 让女将军早日诞下继承人 从而彻底摆脱被牢牢束缚的命运 他们怀着这种期待 一直到宽有20年8月1日 一个惊天秘密暴露在了众人眼前 彻底扭转了春日局主宰朝政的格局 这个微服私访的女将军 被店主人带进房间挑选好货 没想到即将为他端上好货的 竟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男子 他对着女将军宁谋浅笑 女将军的脸瞬间羞红了起来 意识到眼前的人竟在诱惑自己 但他还是选择离开了 女主人见他只是买了梳子 却没有享受服务 以为是他出来乍到不懂暗示 于是靠在他耳边挑明了生意 这就是赤面天花肆虐的江湖时代 日本男子数量因瘟疫而骤减 劳动力的不足又加重了饥荒泛滥 导致饿瓢满地势衡遍野 为了生存 甚至有人从土墙中挖出麦杆 用来主食冲击 为了防止男子出门感染天花 只能把他们关在家里养尊处优 而女人已经成为主要的劳动力 对于那些有男丁存活的家庭 甚至会出卖种苗赚取钱财 按照长相和服务时间来收费 而原本作为幕府特批的红灯区 如今早已萧条不堪 只有几个应得了赤面天花 但勉强存活的男子被关在笼中展示 价格也比年轻的男子便宜很多 一次只需要两分钱 将军看到这些病奄奄的男人 感到无比厌恶 他不明白就这样的品相 哪怕是倒贴都不会有人来 竟然还敢收钱 然而一旁的武士泽村 为他耐心开解道 女人们来这里并不是图一世欢愉 而如此做见自己也想要孩子的女人 在这个世道上还有很多 将军被这难以置信的人间惨状 深深刺激到了 他连夜赶回大奥 召集六人众召开会议 春日菊跟在将军后面 对他微服私访一事唠叨个不停 但将军用坚定的眼神告诉他 自己决心改变名声 在会议上 将军提出具体的赈灾方案 他提出立即在全国内搭建检疫帐篷 然后向机民们免费提供七天的粥饭 但是有人质疑这乃是治标不治本啊 将军解释这样做的目的 不是为了救济灾民 而是为了挫败各地兴起的反叛势力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随后他又提出不许私自买卖土地 让农民和土地彻底捆绑在一起 防止他们因为饥荒而逃离家园 这样一来没有退路的百姓 只能破釜陈州权力生产 小农经济才会得到稳固 六人众纷纷被他的智慧所折服 然而大臣家里也不好过 这个大臣因为天花失去了儿子 为了不被将军收回封号和领地 他只好让女儿女伴男装 代替死去的哥哥 孝顺的女儿为了让自己长得像男人 故意吃得肥头大耳辞熊诺变 只为了在八朔之日朝拜将军时 不被其他大臣和将军认出来 很快朝拜的日子到了 由于他夸张的体型没有被认出来 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着大家一一朝拜承上注词 将军也按照固定的话语回复着 虽然只是一个走过场的刑事主义 但大臣们的今天秘密却被曝了出来 很快朝拜仪式结束了 大臣带着女儿正准备离去 不料正巧遇见当朝老中 心里有鬼的大臣见到他 不由地浑身发抖 但是两人见面 也只不过是简单的寒暄 一个夸赞令郎彪悍壮硕 一个回复你儿子清秀俊美 两人同样看破不说破 只是说在这疾病横生的年份 你我还有儿子继承家业 真是值得庆幸啊 但等老中离开后 女儿告诉父亲 刚才老中的儿子是个女儿身 且今日朝中 至少有一班大臣的儿子 都是女扮男装冒充的 八朔之日后 不少大臣让女儿继承家业 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幕府六人众得知 与德川家有血缘关系的清番大名 也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困境 于是集体向春日局夫人上奏 希望能够正式批准女子继承家业 然而春日局男权思想早已根深蒂固 坚决不同意此事 但六人众距离力争 说现在五个男婴中 有一个能平安长大 已经算是万幸了 而现在很多百姓家中 也都有女儿继承家业维持生计了 况且如今已经不是战国时代 即使有战士男子也会不足 到那时女子自然也会上战场 见此情形正盛也归到母亲面前 说一切要以保全德川家志士为重 女将军现在足以统领天下 而自己常扮于将军左右 认为她的志士才能 绝对不输父亲家光公 将来必定能成为一代明君 见识过女将军才智的六人众 也纷纷点头支持郑盛的提议 春日菊被气得半死 但也只能勾搂着腰离开会议室 此刻她已经明白 自己的时代即将落幕 但要强了一辈子的她 即使因老眼昏花晕坐在地 但被路过的属下看到时 她立马强撑着身体站起身来 竭力在下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威严 当她看到下人们都端着灯落 立马则问这是要干嘛 随后她就看到了满屋子的菊花 她再次被气得半死 立马怒气冲冲地找到阿万 表示在没有自己的允许下 她竟然敢在大傲里安排菊花宴会 这里的人都是武士 怎么能像公家的人一样附庸风雅 大家还像女人一样穿得花枝招展 简直就像在比美一样 实在是可悲可叹 然而阿万面对春日菊的强势 只是淡定地表示 这个菊花宴是自己出钱办的 而且训练之事所有人也从未懈怠 大家在大傲里被囚禁了一生 仅仅是用一个晚上来赏菊聊以为解 到底有什么错了 一向一手遮天的春日菊 被对得无法反驳 她知道自己的时代彻底落寞 阿万的人格魅力令大傲的众人折服 大家逐渐形成了 以她马首是瞻的趋势 如今还有谁会听她这个 固执老太婆的话呢 四面楚歌的春日菊气急攻心 竟然直接倒在地上一并不起 将军还以为是因为她年事已高 加上难耐夏日的酷暑导致 然而郑胜却告诉她 母亲始终不肯服药 将军担忧地打开门找到春日菊时 没想到她竟拖着病体 早已起身攻后了 女将军质问她为何不肯服药 春日菊这才说出了原由 当年女将军的父亲加光公 感染赤面天花之时 她曾以无论身患和病 也绝不吃药向神佛启示 想以此求得加光痊愈 虽然最终还是没能拯救加光 但是她依旧认为 在将军大人的子嗣出生前 自己不能毁了誓言 女将军听后深受感动 不得已搬出自己的威严 命令她必须按时吃药 春日菊表面上答应了她 被地里依旧把药藏了起来 其实将军对于春日菊的感情是复杂的 是她狠心拆散了自己和母亲 甚至破坏了自己和阿万之间的情感 这让她对于春日菊始终保持一丝恨意 这使阿万关心起 春日菊现在是有谁在照顾 将军说是抚养千代公主的奶娘 然而这个奶娘 根本就不管老太婆的死活 春日菊口渴难耐呼唤她人时 半天也没有人答复 这时还好阿万及时赶到 她先是细心地为她喝水 将人扶着躺下后解释奶娘正在忙 然而春日菊知道 那婆娘估计正在悠闲地吃着点心吧 这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她先是在被子里释放了不明气体 突然又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 阿万似乎看出了她的无奈 于是不顾老太婆的反对 直接将她以一个公主抱一把抱起 这个举动让春日菊又羞又粉 以为阿万是想以此羞辱自己 然而阿万却是真心实意地要照顾她 说谁都会有老去的时候 总会需要借助他人之力 来解决此等琐事 命当如此何来羞辱 春日菊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她没想到阿万会既往不救 对她的过去行为依旧已得抱怨 内心感动不已 她终于彻底认可了这个男人 而阿万之所以如此耐心伺候她 不仅仅是因为她本性慈悲 更是感动于春日菊 对德川家的忠心耿耿 敬佩于她对维护天下太平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然而就在春日菊病倒之际 大傲里的坏事却开始接连发生 先是照顾阿勒的两个年轻小事 不幸感染了天花 接着阿勒本人也被感染了 阿万没想到赤面天花 竟然也会感染成年男子 春日菊说此病偶尔也会感染成年人 当年嘉光将军 就是在30岁时死于天花 阿万知道事态非常严重 要是整个大傲的男人都感染了 那德川家就彻底完了 于是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管家知道阿万只是心怀慈悲而已 他可是将军眼里最重要的人 但曾皈依佛门的阿万 已经下定决心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让管家把感染赤面天花的阿勒 和大傲其他男子隔离起来 而最好的选择就是这里 在春日菊夫人的隔壁房间 这样他就能同时照顾两个病人 随后便细心交代弟子玉蓉 让他在将军面前替自己保守秘密 就说自己感染了风寒不方便见人 然而玉蓉却感到非常气愤 质问阿万 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照顾两个敌人 阿万再次拿出二人曾是出家之人时 慈悲为怀的教条开导他 玉蓉文言 只能心酸又无奈地感慨一句 不愧是有功大任您啊 抱怨归抱怨 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协助他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阿万 不久后阿勒身边的侍从不治身亡 奶妈前来送午饭时 在触碰到阿万手指的一瞬间 立马露出惊恐的神态 即使知道赤面天花不会感染女人 但是他对于阿万和阿勒的害怕 以及厌恶之情依旧藏不住 女人只是看了屋子里的阿勒一眼后 立马慌张地离开了 此时的阿勒全身都被感染 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但阿万依旧细心地给他喂食 然而此时的阿勒一口饭都吃不下 等到阿万再次来照顾春日局夫人时 开门后发现他已经自己起床了 他告诉阿万 当初阿勒是为了摘柿子才摔倒的 想必他应该很喜欢这种水果吧 或许喂他一些柿子他能够吃得下 很快阿万就把柿子切好了 他亲自喂到阿勒的嘴里 阿勒吃了一口后 由衷地感谢了他 随后问他为何要对自己这么好 阿万说他是千代和公主的父亲 照顾他理所应当的 但阿勒知道自己是对方的情敌 自从他摔伤后 所有人都对他嫌弃不已 唯有阿万从未表现出过一丝恶意 他表示想再看女儿千代一眼 阿万文言准备去将公主抱来 然而此时阿勒已经含着泪 彻底离开了人世 阿万对此也感到无比难过 这时一群男人慌张地赶过来 他们听说了 阿万独自照顾阿勒后 纷纷表示也想要来帮忙 然而阿万告诉他们 阿勒已经离开人世了 并且他还给阿勒 保留了最后的尊严 然而将军对于阿勒的死 并没有感到很伤心 只是念在他是千代公主的父亲 于是下令将他后葬 这时将军突然问起春日局吃药了吗 阿万再次来到春日局的房间 却无意间发现了 他把所有的药都藏在被子底下的 这个强势了一辈子的老女人 即使生病了 依旧偷偷把药藏了起来 阿万不理解位高权重的他 何苦要这般折磨自己呢 春日局才告诉他原因 除了当初为了先带将军加光宫的病情 他已患病不吃药像神佛历史外 更多的是由于童年的那段经历 他的父亲乃是明智光秀心腹大将 只因参与本能四指贬 杀死了战国传奇人物知田信长 因此被定为逆贼 而他对父亲唯一的回忆 仅仅是在断头台上的尸骨 以及人们对他们一家的唾弃 之后母亲为了躲避风尘秀吉的报复 带着几个儿女无奈躲进了深山 大家又累又饿 脚都被磨破了 却还要坚持赶路 这也练就了他极其坚强的性格 甚至长大后母亲和岳母都说 他是个冷血无情的人 但是他却永远无法忘记 那种死亡如影随形的感觉 甚至还会经常梦到那些可怕的场景 阿万听说他的经历后 才明白这个从战国时代 走过来的老女人为何如此固执了 于是答应了帮他 向将军隐瞒不吃药的事 但是春日局想要阿万答应的 可不止这一件事 他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 希望阿万能代替他照顾将军 让德川家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并对他进行了真诚的忏悔 他为当初将阿万拖入 这个不见天日的牢笼感到抱歉 也不该拆散他和将军这对苦命鸳鸯 然而阿万却表示自己应该感谢他 是他让自己踏入了一条 真正能解救苍生的路 春日局闻言当即下跪 说自己死后将军和大傲 以及德川家的天下就托付给他了 阿万闻言对他的忠诚感动不已 当即立下誓言 春日局听到他的保证后 终于放心地躺下了 他在梦中看到了儿子郑胜 当年自己决心踏入大傲时 母子二人在分别之际 郑胜依旧要追随母亲而去 想要一直在身边保护他 即便他从小就独自承担了诸多痛苦 却从未抱怨过一句 只是将一切默默地扛了下来 这个儿子一直是他的骄傲 而另一边 将军也和豫荣谈起了春日局 如果不是他 自己不会坐上将军之位 或许一切都是无法摆脱的宿命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选择完成自己的使命 然而豫荣依旧觉得 阿万大人才是这世间最高尚的人 而豫荣的这番言论 不自觉深深地戳中了将军的内心 而此时的大傲之外 春日局的孙子 正胜的儿子也因感染赤面天花而亡 他的妻子学乃早已习惯为这个家做主 因此他没有时间悲伤 经过一个晚上的深思熟虑 决定让女儿代替哥哥活着 将这个家族延续下去 而这也是很多大明都在做的事 在此多事之秋 女人是时候独自撑起一片天了 而在孙子去世的第二天 春日局也在将军的一声声呼唤中 含着泪去见他最中心的嘉光将军了 至此一代传奇终于落幕 即便是遭受双亲离去的打击 郑胜如今考虑的依旧是 彻底继承母亲的遗旨 保全德川家更要保全这天下 一日他立马联合幕府六人种 对女将军提出了 自己将不再戴面罩做家光的替身 同时让将军君临天下的请求 是时候让他真正面对世人了 至此 一个属于女将军的时代即将开启 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江湖时代 面对着面前横空出世的女将军 殿内众大臣们却无人敢有意义 只是纷纷跪拜表示心悦成福 原来由于赤面天花四孽 日本男子数量急剧下降 三代将军德川家光 也早已在十年前病逝 得知这十年来都是女将军 在幕后维护天下太平后 众人纷纷对这位德川家 仅存的血脉表达忠诚 有史以来守卫女将军就此诞生 同时幕府也批准了 女子可以继承父亲的官位 防止无男子继承家业导致主家灭亡 这个措施极大的稳住了天下局面 而女将军诞生一事 也在同一天传遍大傲 这对于大傲所有人来说 这算得上惊天动地的真相了 而女将军上任后也颇具明军风范 她先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任命阿万暂时管理大傲大小事务 等将来选出合适的人再做定夺 这虽然也是春日局的意思 但是整个大傲 也只有阿万能担当此众人 阿万也不负众望 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 即便是多年不得宠的其他两个男宠 也被授予重要职位 让他们在大傲重新找到了归属感 女将军的第二件事 就是允许女子正常着装上朝 不必再像男子一般留着戴月头 这是女人地位得到重大提升的表现 真正贯彻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而第三件事就是遣散大傲里100名男子到民间 这些人选名单由阿万来挑选 主要是挑出那些年轻且不善武的 这样既能缓解幕府的财政压力 又能让他们到民间去开支散业 然后这些男人 则是被派遣到了吉原红灯区 让他们以低于市场的价格 逐步稳住肿苗行情 保证民间普通女子也能生育 一时间原本萧条不堪的红灯区 也变得热闹繁华起来了 同时将军还为自己的遭遇 做了一件事 他要求后世 如果还是女人出任将军的话 那第一个事情的男人就要被刺死 因为那个男子实际上 也伤害了将军的身体 阿万即使心里也觉得不妥 但依旧顺从地答应了 并且为第一个事情的男人 取名为内政之方 但阿万的决定 却也让将军觉得他变了 现在只会说遵命之类的话 阿万再也不是曾经那个 不畏强权的男人了 这也让将军感觉到 处在这高高在上的位置 人生真是无趣啊 阿万文言后安慰他道 说一切都是他太英明了 所以大家都没有提出异议的必要 况且如今的生活 总比在春日殿里 冷气吞声的过一生好多了 即便如此将军也不禁感慨起来 曾经是阿万的爱 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可现在阿万成为了大鳄总管 二人似乎有了君臣之别 再也找不回曾经的感觉了 阿万看到他如此伤感 当即跪下表达了自己的情意 将军看着他明亮而真诚的眼眸 知道他对自己并不会改变 之后将军就命令郑胜去通知阿万 让他今夜市寝 而阿万对此一时抱有一丝期待 此时他心里既期待又担忧 毕竟九叔战阵功力恐怕所剩无几 郑胜却匆匆赶来告诉他 将军身体抱恙今晚不会来了 阿万以为是将军月事了 让他注意休息多喝红浆水 没想到郑胜在犹豫了一会之后 终于说出将军已经怀孕的事实 这个消息瞬间令阿万陷入了自我怀疑中 自己作为将军的男夫人 竟然没有能力让将军怀上子嗣 事情是否已经失去了意义 他或许应该在其他地方 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 女将军自从和阿乐生下千代公主后 这也意味着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 而阿万见到阿夏时 也是友好的恭贺他喜得贵子 然而准备离开之时 阿夏有意炫耀地说道 还好这是在将军公开身份后 所生下的孩子 要不然某些人又跳出说 公主不能继承大统 这话摆明了 他很可能成为下任将军的父亲 临走时还不忘让阿万替郁荣问好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宣战了 郁荣得知了阿夏嚣张的行为后 当即说他简直无法无天了 要知道将军大人的长女是千代公主 阿夏仗着阿乐去世了 竟敢不把千代公主放在眼里 完全无事长幼有序 但是阿万只是关心起将军的身体 随后郁荣郑重地对阿万道歉 说都是自己无用 为将军事情这么久了 还没有诞下子嗣 不仅辜负了阿万对自己的信任 还让阿夏那丝气负到头上来了 友公只是暖心地鼓励他千万不要气馁 郁荣受到鼓舞当即向他保证 阿万听到这话心里更加难受起来 郁荣这才意识到这话好像挺伤人 然而阿万真正担心的却是将军的身体 毕竟国事本就繁重 还要操劳孩子的事 随后他想来练靶场平复心情 但是心绪始终无法平静下来 曾经百步穿扬的剑法 现在没有一见命中靶心 而另一边郁荣竟然开始 重新信奉起了佛主 而他如此虔诚的原因 只是为了早日和将军生下个孩子 皇天不负有心人 将军不久后也怀孕了 同年九月生产在即 这时下人急忙来通报 正在念佛的郁荣当即 询问是公主还是世子 得知是个公主后 郁荣陷入了短暂的失落 这时他又突然想到 公主同样也能继承大统 而且要是个世子 还有染上天花的风险 那自己每天都要陷入担忧之中了 想到这郁荣不由地偷笑起来 他想不到自己有一天 也会成为未来将军的父亲 这时有功前来向他道贺 郁荣对他依旧是百般恭敬 这时二人不禁想起 当年那个云游高僧的话 直到现在公主出生了 郁荣感觉人生充满了虚幻 阿万由衷地为他祝贺 随后便来看望得子公主 郁荣看到女儿的瞬间 脸上的喜悦无法掩盖 而将军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再也不用担心继承人问题 他的使命也终于完成了 这时他看向了一旁的阿万 似乎想要尽快和他兑现当初的诺言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郑圣便来去照友公前来侍寝 将军激动地抱住 跪在狱寝房内的阿万 他一直梦想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现如今他已经生下了 三个德川家的后代 虽然他们都是公主 但现在女子也获得了继任的权利 他对德川家的生育使命总算完成了 终于可以选择和自己爱的人永远在一起 可面对激动的女将军 阿万只是淡定的 把对方从自己身上拉开 接着便跪伏在女将军面前 说自己有一事相求请将军一定答应 女将军闻言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随后便明白了缘由 定是阿万嫌弃自己的身子被人玷污过 然而阿万却解释道 自己也梦想这一天很久了 他害怕自己会沉浸在 对将军的爱中无可自拔 而两人之间也没有孩子 未来也不可能再有 所以将军不可能只会 独属于自己一个人的 但是只要和将军在一起 他就情不自禁地想要占有他 但他也明白他是将军 身上承担的责任无法推协 也不可避免地要让其他男人失请 而他也是个男人 自然会被他和其他男人左右 这种感觉对他而言 犹如无法逃脱的痛苦深渊 阿万请求将军将自己解放出来吧 女将军闻言 泪水早已翻涌而出 原来自己与阿万之间的距离 不知不觉已经如此遥远了 但此时的他已经成熟了 他明白若是阿万不能找到自己价值 他也只能在大傲这座牢笼中 痛苦地度过余生 随后他便独自出来散心 郑盛紧紧地跟在后面 他没想到做了将军之后 剩下的只有无边无际的孤独 随后他便问起郑盛 这么多年他也从未和妻儿见面 应该也会很孤独吧 总会有人要承担这一切 有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完成 此生无法摆脱的使命 第二天将军重新了朝会 而玉蓉上朝时 不禁和阿夏暗中较劲起来 二人如今都已有子嗣 自然免不了一番争斗 接下来将军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 自从春日局去世后 大鳄总管的职位一直是空闲的 现在要重新选人担当这个职位 而该职位的权限是负责 管理大鳄里的所有男子 玉蓉没想到阿夏竟然拿到了这个位置 而阿夏也满怀期待的 等待着将军宣布结果 然而将军接下来却宣布 随后便见阿万一系长袍走了进来 可谓是气场十足滑贵无比 接着他便宣布霸气就任誓词 在场之人对此心悦成福 阿万也成为了季春日局之后 大鳄史上的第二任总管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三位公主都长大了 活泼可爱的德子公主 最德将军喜欢 常常和玉蓉一起陪女儿玩耍 组成了羡煞旁人的一家三口 阿万只能悄悄地站在后面 将满腔的爱意默默埋藏在心底 然而在德子摔倒后 阿万却是第一时间跑去将她抱起之人 反观负贫女贵的玉蓉 渐渐忘记了自己来到大傲的初心 对来给女儿上药的御医大家苛责 仿佛她已经是未来将军之父了 她甚至告诉女儿 她成为将军是注定的 而另外两个竞争者之一的千代公主 在学习算术时竟然无聊地睡着了 阿夏的女儿长子公主看在眼里 等将军来到教室时 她立马告状说姐姐学习睡着了 将军却并未责怪 只是问起千代很讨厌算术吗 千代如实回答 自己只是不喜欢这个老师 但她很喜欢和阿万学习诗词 将军知道一切后 便来请求阿万 让她也能教千代算术 阿万虽然事物繁忙且不擅长算术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然而随后将军便问了她 一个困扰自己已久的问题 但面对继承人问题 阿万却选择了沉默 因为她作为大傲总管 更加不能去左右这种事 将军看出了阿万的无奈 于是开始宽慰自己 她还年轻着 现在考虑这个问题为时尚早 然而不久后意外就发生了 女将军抱着公主玩耍时 便突赶全身一阵乏力 她迅速放下公主躺在地上 装作自己玩游戏书给了她 让女儿先回房休息 接着便让阿万靠近自己 对她下达了密招 成为日本女将军 最悲哀的事情是什么 不仅需要被迫和不同男人同房 成为替德川家延续血脉的生育工具 更是在自己并危在床榻上时 没有一个测试是真正关心自己的 由于御医已经判定将军命不久已 所以几个测试便开始打起了算盘 当将军问起阿夏自己的病情时 阿夏却顾左右而言她 只是不断说他们的女儿 长子公主非常关心母亲的病情 她像宁一样善良仁慈 是几个公主中品行最好的 接着将军又问起玉蓉 然而玉蓉对她的病情避而不谈 只是说女儿得子最需要她 并且女儿最近成长很快 将来必成大器 和将军宁小时候一模一样 然而将军已看清了她的心思 和阿夏并没有什么区别 玉蓉这时还想替自己辩解 将军却不耐烦地让她退下 最后将军找来了 已经成为大傲总管的阿万 阿万果然还是最爱她的人 她知道将军命不久已 并不想隐瞒她的病情 她只是轻点着头告诉了将军真相 将军这些年既要生育孩子 又要操劳政务 身体早已严重透支 已经无力回天了 但御医和六人众都不敢告诉她真相 从阿万口中得知实情之后 将军反倒松了一口气 她露出了病后的第一个笑容 这个真心所爱之缘 果然不会欺骗自己 这时将军再次问起 三个公主谁最适合成为继承人 阿夏的女儿最为聪明 按理来说最适合 但玉蓉是阿万亲自将她推为侧室的 所以她的女儿得子似乎更为合理 阿万知道将军命不久已 这次并没有选择回避 但是她却没有偏袒谁 只是用德川幕府的创立者 加康神君曾立下的规矩劝诫道 言下之意是 应该遵从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立长女千代公主为继承人 在阿万的理性抉择下 将军终于了却了这最后的心结 但她此时依旧关心起天下 世面天花控制的怎么样了 人口是否有所增长 饥荒问题彻底解决了吗 未完成之事实在太多 但此时也只能带着遗憾离去了 这时阿万说将军付出的努力 终于有了成效 在天花肆虐的情况下 人口增长正在缓步提升了 将军在感谢了阿万之后 便宣布将千代公主立为继承人 然而得知结果的玉蓉非常失望 她不明白阿万 为什么不站在自己一边 当初她亲手将自己推向侧室之位 即使不能将得子公主视为己出 但是也要看在这么些年 自己忠心服侍她的份上 成全自己的女儿吧 但阿万只是对她轻轻道歉 说自己也很想那样做 但一切以大局为重 然而此时的玉蓉早已忘记初衷 她第一次对阿万大人发怒 然而阿万终究没有 作为人妇的体验 她只是对玉蓉道歉后 便起身离开了 看着阿万离去的背影 玉蓉一时百感焦急 在将军弥留之际的那个晚上 她紧紧握住阿万的手 由于二人曾立下过海誓山盟 发誓生死与共永不分离 然而将军现在后悔了 因为阿万的使命并未结束 她还要继续辅佐千代公主长大 为了这个天下而活下去 将军最后对阿万表达了自己爱意 他们终究没有如愿踏出大欧 去看看她没有见过的大海 阿万含着泪静静听着她述说 若有来生二人愿为比翼鸟 没有世俗的羁绊自由的双宿双飞 随着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一出 庆安四年四月二十日 为这个国家倾注了生命的女将军逝世 但在史册记载的是 其父第三代嘉光公的逝世 女将军生前曾下令 禁止任何人为她训死 但有一人却违背了命令 意识到不对劲的阿万 慌张地朝郑胜的房间奔去 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郑胜已经切腹自尽了 她自小与母亲进入大欧 之后又成为嘉光将军的侍从 嘉光公和春日举死后 女将军成为了 她在这大欧中的唯一念想 如今女将军也已经离去 她自己也不能离开大欧和妻女团聚 只能绝望地结束自己生命 殉死前郑胜留了一封家书给妻子 信中表达了对妻子的感激和愧疚 玄乃之前一直怀疑丈夫没有死 现在她已经明白 丈夫是真的彻底离开了 然而她清楚丈夫道业郑胜 是为了守护德川家而牺牲 现在她也要为了道业家族而努力 不久后千代公主正式 被确立为新一代将军 其他两个公主则获得了相同的俸禄 即将离开江户城 然而玉蓉也换上了久违的袈裟 她已经厌倦了大傲中的生活 准备回到当初的青灯古寺 或许那里才是她最终的归宿 而她的女儿也获得了新的封地 正式更名为德川刚吉 也就是未来的第五代将军 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玉蓉和阿万进行了最后的道别 她感谢了有功大人曾给自己的一切 让她做了一个成为将军父亲的离谱美梦 这对她而言此生足矣 人生如幻翼如梦 阿万自己何尝 不是也经历了一场幻梦呢 只见玉蓉郎两旁的男宠们纷纷下跪 无比期待着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随后只见阿万牵起小将军的手 今后他便要代替自己的爱人 照顾好他的江山和子民 至此电影结束 大鳄诞生天也彻底完结 感谢一直支持我的观众和朋友 在评论区里畅所欲言吧